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由馬爾 鏡花先生 贏者 我們很少可以一套作品這麼快重複就要再說 我也想不到它這麼快上 這些動畫上下集的 通常就是它很快就播完上下兩集 尤其是香港上期很短 所以看起來真的要趁早 不是 你一次過拍完之後分殺上下集 就騙你兩次錢 你知道嗎 這件事很吊詭 就是看完上集之後你覺得 這套東西真的是一套笑片 之外沒有任何價值 但你又覺得 都笑了上集 沒理由不看完下集有什麼好笑的 那你就怎樣也看下去了 這樣就完美地騙你一次錢了 即我Facebook出完片段說 我們跪下一個人之後 有些人會說 嘩 好好笑 大家都是熱烈地推薦 當然怪了我們 我們是要說進擊巨人的下觀 Out of the world Out of the world 你想一下 Wel 是什麼意思 將你的聲音完全破壞 這樣說先 在我還有理性的時候 我們先正經一點分析 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太想聽搞笑的 我這樣說 他是有幾個主題 他很明顯是挑到很明 他好像是想在電影裡面去講 一個這樣的主題 就好像是科技的發展 就是人類鬥爭或者滅亡的根源 是的 或者是 正如那個統帥一開始裡面 那些無緣無故彈到很多 算了 我不吐槽 好 先聽聽聽說 那個統帥在這個行刑的時候 準備處決亞林的時候 說了一大堆東西 其實科技的發展 最大的原動力在哪一道 其實就是戰爭 人是為了想殲滅了你的敵人 才會進步你的科技 去打倒對方 那當然他們叫做 封印科技的方法 就是有些硬來的 不過你會說 焚書省魚 總之說 你不可以接觸一些這麼多的知識 總之一些知識 全部歸政府的去管理 就不會再流放出去 在將社會保持在一個一定程度的文明底下 就大家這樣和平地生活下去 那不就是圖書的戰爭 或者是今季的動畫 某種意義上 其實他們在說一件事 另外一個人指出的就是獨裁者 即是他們認為科技是一個人類 一個鬥爭或者滅亡的根源 其實等於就是什麼 天原突破裡面的奴旋族 和反奴旋族 的確 不是 即是我覺得 政府說這個有害 我覺得沒問題 但問題是有害的同時 是你們不能用得 但我可以用的 他沒有說他不能用得 但這件事就是說 獨裁者說 我們是管有這些科技 我們掌握這些知識 而就是說 他們就是不希望人類鬥爭 而他們不希望人類鬥爭 是什麼呢 是不和他鬥爭 沒錯 並不是說全人類不鬥爭 他那裏說的是 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是為你們好 是為你們卓想的 但我們過得更加好 我們都應奮 我幫你們拿了和平 你不是應該給我一些東西 即是他有這種 或多或少有那種自傲 但這件事不是大家 一眾開會決定這件事 喂 那你跟平民說 平民決定說 不如我上去 那你仍然沒有決定 經過大家的同意 我也想看Apple TV 是不是 那個定義上 我覺得 他這裏其實是說 一般現在 你好像說當權者 他決定的一些政策 其實我想 他這裏有些 我想是影射日本的 其實是日本的政治 就是說 當權者你們說 我這樣也是為你好 你知不知道 我在背後做了很多事情 已經是 我犧牲很大 已經是 純粹是 我覺得當權者 你為了他們的權力 你把這些理由去正常化 應該這樣說 你很難定義 就是 他究竟說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無私 你們這些漁民 那80% 你們是不明白的 我們這20%的人 才會理解到 只要這樣的話 這個世界的未來 你的下一代 這個世界的和平 才會得到保障 你想不到 但他亦都想了 我沒有想解釋給你們 因為以你的智慧 你是不可能聽得懂 我說什麼 正如上集 也好像今集 第二集 下半集 一開始綁著艾倫 說了一番對白 他是沒有想跟你解釋 為什麼 他不是一個 告訴你 現在跟你循循線 跟你說我的心智 而是高高在上式 跟你說 我就是可以幫助這個世界 你憑什麼 他講了一件事 就是說 我現在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樣 而作為我要殺死你的大倫理 你的對象 你是沒有死的 我告訴你有什麼原因 總之在我的大義旗次名義之下 你死吧 而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於這個大義旗次名下 而人的性命 不能夠 不需要去顧念一件事 在作為反叛軍那邊的隊長 即是長谷春彥那位 灰島 我們終於記得他 灰島 灰島 我就不記得了 不要緊了 灰島 其實密督也很近似 有趣的地方 他雖然是一個 看不過眼政府的獨裁 覺得他需要人類 拿起一個革命的旗次 去打破這個統治 但他用的方法 決定把這個人引進來 可能犧牲了一對平民百姓 但他也可以推倒這個政府 灰島 那種信念就是 另一種是什麼 反對派 等同於很多動漫話說 雙主角的 一個主角決定要推翻裡面 一個就認為 這個政府有得救的 只要我在內部慢慢進升 我就可以慢慢改革這個政府 令到傷害減到最大 就是很典型的 反英雄式的角色 是的 但我覺得他們兩個本質 其實很像 他純粹就是不滿意 政府為何你去做這個當權者 甚至可能他推翻了這個政府 之後 他做的事情可能是一模一樣的 在那個橋段裡面 我們這裡好一點 因為純粹講理念 在這裡裡面有講過的理念 艾倫是問過他說 你這樣把巨人引進去內城區 殺了所有的人 其實灰島做的事情是選民 他挑選的是 如果你能夠在這場動盪的革命裡 能夠生存 你就有資格 成為新一個世代的居民 你沒有的話 不好意思 你就是有罪 你就是垃圾 沒有的 正如這個灰島 艾倫側問他 那些人民怎麼辦的時候 那些灰島的答法都很直接了當 那些只是被圈養的豬 我有什麼需要去理 甚至他不當那些人 總之現在他覺得政權 做的事情是不對 而最快能夠 撥亂反應的方法 就是推翻政權 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他其實 等同意要建立一個新的秩序 甚至是他要在這個政府 在政府的制度之下 他要做當權的位 他沒有說他做當權的位 但至少就是什麼 他同上那種力強者性 不是 所以我其實 其實我甚至乎覺得 他那種這樣的態度 未必是代表他是反政府 他那個理念 其實跟現在的政府一樣 就是說 我是有能者 我是會看著這群漁民 我會管著這群漁民 但是 為什麼我要反這個政府 因為他暫時的職位 不是當權者的職位 他要成為當權者 我感覺上是這樣的 我想這個比較後一點 通常如果是正如剛剛說到 這一類的反英雄式動漫劇情 通常去到結局都是什麼 就是那個反英雄成功之後 他很可能就是新一代的獨裁者 或是新一代的 那個潛滿著最惡氣 我反而覺得也是 例如按下的Death Note 夜神絕也是一樣的意思 在這套《進擊之巨人》 《 End of the World》裡面 其實他在下半集裡面 他突然之間將一大套 就是我覺得是原作者 或者是製作群 他們想去present的理念 其實我覺得這三件事 我們剛才說的這三件事 才是這套《進擊之巨人》想拍的東西 並不是超人打怪獸 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劇情 但是這三件事很遺憾地 他全部都是靠一段演說 就告訴他 其實我這套是這樣的 你感覺到嗎 不是感覺 你一定會說出來 其實我作為一個觀眾 感覺就像艾倫一樣 其實不論是一個統帥也好 長谷串林的演員 叫他 隊長 隊長 都好 我作為觀眾 就像統帥一樣 我被人綁住了 如果隊長對著我 你跟我說很多話 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說什麼你都對 你都對 直接問你認不認罪 你認罪也好 不認罪也好 我作為觀眾之後 再看了隊長 你不斷踢我的臉 跟我說 喂大哥 戰爭就要犧牲了 人民這些 如果他們自己不反抗 他們是豬 你說什麼都對 你又知道我們不反抗 不過我還沒做 所以我認為他們兩者的本質其實是一樣 兩者的本質都站在一個絕對的高點上面 他看一件事 我雲觀上這樣看 等於一場戰爭 要勝利 肯定有一部份 就是馬前桌那班 肯定是要犧牲的 但是 你是為了一場戰爭 那我問 你是不是對馬前桌 很不公平的那個將軍 是啊 但是 總要有人做馬前桌 那不是要怎麼打下去 我只能夠說 這一套戲最大的問題 就是 他真的正如說人說 一堆演說 他以為說了理念 其實莊家沒有任何鋪陳 我已經不理會前面的條件 是不是好笑的 即是那些好笑 令到我更加代入不到這件事 已經是 我已經不算了 而艾倫 作為一個就是 聽過兩段演說的角色 他就決定走第三條路 他的第三條路就是 典型動漫角色 正義之夥伴 正義之味方的做法 就是我一定可以改變世界 我改變世界的方法就是什麼 你不需要知道 你也都想不到 而你的智慧 但是告訴你 因為我是主角 我一定救到 他是另一方面的獨裁者 為什麼你可以做到 因為我有主角威倫 主角光環 我有主角威倫 我懂得哪個人 我超強搞定你 他這個理念 如果真的近期 你說Face Daylight裡面的UVW 26集的劇情裡面 艾倫是一個什麼角色 他根本就是一個士郎 當然士郎比他好很多 但是他的所謂的理念 沒有的 每一個人都跟你說 你的刺入點是有問題的 你的刺入點是什麼呢 除非你是神 如果你不是神的話 你根本沒有可能做到 你想做到的事 太理想化了 這個世界是沒有公平 只有相對公平 不是的 他散了很多事情 大家記得開頭艾倫很簡單 所有人一個不留 我們全部拘捕他們 即是殺了他們 你下班已經沒有這件事 我純實想去 我簡單去炸成才 我們出去成才就算了 就是這樣 很簡單 艾倫那種 其實本身 其實是一個善樂觀的問題 我會用的動漫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翠星 當你知道開頭艾倫為何覺得巨人應該殺巨人不是人 非人 非人 即是等於我們覺得殺牛 我們是不會有罪咎感的 吃而已 賺吃而已 犯法嗎 但當他知道他殺的是人 他就覺得這班人都是無辜的 所以你見到當灰島隊長跟他說 其實這班人都是人 等同於翠星就說 原來那些外太空生物 原來都是人 那些相遇 不是外太空生物 然後他也有猶豫 也有猶豫 我應不應該這樣做 當然 這個位置 艾倫 他很幸運 然後對著那些全部都說 你打我的 我沒辦法借回你 你真是傻的 他下班已經沒有其他人 只有兩三個主席 艾倫那個善樂觀是說什麼 他站在說我要拯救全人類 但是怎樣拯救全人類 在這套東西裏面 或者這樣說 至少 不要說任何動漫作品 任何領域裏面 提供這個題材的作品 都告訴你 這個作品 這個題材 你是永遠都解決不了 除非那個人突然之間說 進升了我是神 在進擊之巨人那裡 那一幕 是很有意味的 就是艾倫突然好像升天 那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其實 到了最後 艾倫又說 這場戰爭還沒完 當然因為這個理念 根本上還沒實踐 他只不過叫做什麼呢 將 這兩大理念的演講者 我不可以為他代表 他的演講者 對任何方式 吵冤吧 不是純粹覺得他不適合聽 就對任何方式 我咬你爺爺 我打水爺就行 就是這樣 拳頭 拳頭 最終都是力強者性 你不是用過理論 但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正正 我覺得就是什麼 如果這個是艦三創 他想說他做了表達的另一個題材 的話 不好意思 其實你這三個題材 你只能夠把一個題材 進去裡面講 而且我想說 這個艾倫作為第三個意念的代表 實在是史上最弱的代表 他一開始 因為被女兒飛的關係 所以就要報仇 要拘捉巨人 久了之後女兒又回來 之後發覺 我還可以做了一點點東西 我可以拯救世界 你拯救世界可以失陰嗎 又不行 於是可以長期看到 這條死年輕人 就是不停在那裡 改他的想法 然後被這個隊長打臉 然後開主角威倫 然後搞定了 大佬 你想要一點點理念 上衝突也有多一點點東西 你讓他演說一下也好 你如果不讓人演說 只能用拳頭的話 我真的覺得 你沒有東西可以做到比較 他沒有理念 他是一個隨波逐流的角色 在這裏面 即262的16 以這個隨波逐流的角色 他經歷過兩個不同的統治理念 底下 他發覺 自由對路 自由民主 才是唯一的出路 不是很合乎自己的性格 或者他很合乎自己的性格 因為他的性格就是 很合乎自己的性格 他的性格是豬 而已 Psychopath是他的上手豬 總之就是什麼呢 我知道你的理念很合乎 但殺人 殺人不好 你知道 殺人要落地獄 怎麼辦 這不是他的底線 而這個底線就是任何的革命 都很難不流血 很難不作出一些抉擇取捨 艾文天生 他根本就不是一個領導型的角色 他天生是叫做什麼呢 他是一個爛好人的角色 是的 這個是典型動漫男主角裏面的特質 突然間就會有很多 這個兒子真的是一流 不要理會這些事 但整個故事裏面 其實理智的部份 其實是這麼多 他想說的話 他完全說不到 他完全只不過靠一個人 就是什麼呢 方死你不明白 我特意找一個人出來 告訴你 其實好東西 應該這樣說 上半集他拍完之後 他發現 高智慧的人實在太少了 他發現他要傳給那60%的人 要直白一點 要直白一點 要傳給那60%的人知道 這套話究竟是說什麼的 所以我要說 這個TVB劇式的拍電影方法 TVB劇唯一有少少不同 就是他一堆說完給你聽的 就是說我好不開心 我失戀 或者我工作好不開心 這就跟他說 我要革命 我要統治 我要和平 我要戰爭 不過依然都是 不用拍的 其實 找人出來動了 有一個報警版 然後說幾句 就做完了 我覺得這些 所謂的劇心部分 我們剛剛說了這麼久 其實只是在電影裡 說了5-10分鐘的事情 我最多知道 我們說了這麼久 很厲害 所以 各位理智的部分 可以放棄了 我們可以化身為巨人 憤怒的部分 我們上門又說 頂你們 因為你們個個都偷看劇本 他真的最後告訴我 其實真的個個個都知道 很難不知道 當然也要說一點 就是一開始電影第一幕 是說艾倫小時候 被爸爸拿去做實驗看 這個 其實 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當一個人 大家要明白 跟著那些部分 你不是那20% 你未必看得透 真的 老實說 真的要靠我們的解說 可能你才看得透 是的 這一節的劇 頭一開始你說 艾倫的爸爸媽媽 打了 令他變成他人 這一幕 間身上是表達著什麼呢 這是一個蒙面超人的橋段 蒙面超人是當博士 完成了他的變身手術 到最後洗腦那一部分 被人救了 當他要達成洗腦那一部分的時候 突然之間 恐懼那邊的人來了 所以被迫著 令到艾倫身懷了力量 但是他的 甚至沒有被感染到 好像沒有被提升 不完全的改造者 不完全的改造者 這個是一個蒙面超人 Black的故事 其實我開始想過 他究竟是一號二號的故事 還是Black的故事 是一個 因為這樣說 他為什麼會跟Black相似呢 因為 在故事裡 爸爸 是超選了艾倫 成為最後 應該說最完美的實驗者 他也在那裏報應 之前你已經對他哥哥這樣做過 那這個角色是什麼 這個角色就是影月 秋月信宴 我知道 是 我到現在才知道他是哥哥 其實他有的 這一方面 這一方面 那個層次 你是需要有大量的知識 即是 作為那20% 就算你多優秀也好 你沒有知識來講 其實也是沒用的 但我覺得人姐忘記了也是不要緊 因為他只是提了兩次 就是 其實有個哥哥實驗體 還有那個叔叔死之前 就是 其實那個叔叔 不然就死了 不是 他提過這兩個人的感覺 那個叔叔 他是假釋這一句什麼 他在這句話 還沒說完就 然後就 說你還有個哥哥哥哥 你要去 那一幕 那東西 有一點 推翻了 我們上一集 講大叔的一些設定 沒推翻了 阿叔 可以是生生爸爸的 那個爸爸是養父 你有ARRY 他肯定要你 他肯定要有很多個子女 很清楚很多個子女 其實可能是你哥哥哥 其實他不是辣口想說 你有很多哥哥哥的意思 是不是你覺得這樣 都是跟我媽媽沒事 不同的爸爸 全部叫小明 一個叫張小明 接著這套下半集 一定要用蒙面超人的詩文 如果沒看過 難怪我看不明白 你先看蒙面超人 你先看蒙面超人 我知道導演 通口很喜歡看特殊 但沒想到喜歡到這個程度 都說你要魂觀 去面對所有的一切 你才能夠看透這套作品 好的 他在模擬這個 蒙面超人Black的劇情 在這一節裏 在總帥的演說裏 總是真的很民主 誰不同意的 跟我走出來 走那個 死掉那個 他是很民主的 你可以選他去死 選不去死 他沒有告訴你 最重要是什麼 你死是不要緊的 我最重要是拿士兵那把槍 用他的手指去扣板機 他是一滴都沒有尖過 是不是最夠民主 不是我殺你的 葛總帥那一下還要是什麼 殺大叔那一下還要是什麼 剛才好像 鏡媽所說 他用別人的手 然後他看著他 好像怪著他 他就說你開箱做什麼 我很民主 你開箱做什麼 不過你做得好 不要緊 不如他先說 不過這樣 你現在做件事 結果都不錯 值得加他 那我為了不怪你 回去升官升 麻煩你 當然 我們男主角的好朋友 阿二敏 最終他都跑出來 然後他就說艾倫是沒錯 艾倫是人類 然後問艾倫的時候 艾倫其實都籌著一句 我真是人類 我還記得那句 他叫Mikasa Mikasa你真是一句都不說 當然Mikasa在心裡 還在看著 他只是想著那張黑癡 你應該要理解 他是經過了大叔死的那一節 你要明白 走出去是要死的 現在走出來說話 還沒說完就已經死了 然後艾倫出來的時候 艾倫這傢伙真是很舊朋友 你都明知道他走出來是要死 然後繼續說 喂你走出來 一起死吧 要死就 你不是不走 我發現同年同月同日死 艾倫問Mikasa的問題是說 艾倫是人類 然後Mikasa說 是不是 我覺得那個是移民區 Mikasa心想 我剛才看到那個巨人 在跟其他巨人打 還差點殺了我 你問我他是不是人類 都好像幾不是 其實 很難回答你的 這個問題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Mikasa是答到的 因為Mikasa也是 之後偷看了劇本的一個人 沒錯 他知道艾倫是人類來的 但問題是什麼呢 大家要明白 我們上一集裡面 我們說的那個 久前不清的三國關係 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在Mikasa心中 那一刻 他還在想 隊長是女兒來的 我現在出去撐她 那我就是不忠 隊長突然失機無神出現 他很肯定知道隊長在外面 在Standify 因為少了一幕 他在網上看到隊長在咬蘋果 隊長又在測試 他對他的忠誠心 沒錯 他心想 這個打黑癡的友仔 都最多只是幫他打這隻巨人 而艾倫是很不聰明地問 做一個很不應該問的問題 那你而見到這一幕 你就要知道 你就會理解Mikasa 他不走出來 是跟上一集我們的解讀 少了一幕 是很有關係的 我以後來 隊長不殺他 我明白了 做得很快 也都是為何最後一個 幹之巨人發出來了 我現在完全明白了 他看著他哭 現在就說 你這女人也是不敢背叛我的 就是在這一幕 跟著就幹之巨人出現 這個才是桂圈爭亂的地方 就是 他一方面 Mikasa還是忠於這個隊長 但隊長已經有新目標了 這個時候幹之巨人一出場 就這樣救了艾倫走 然後奧葛統帥很帥的演說 那個人一句都沒有說過 就死鬼了 這個要根據我們的解讀 是的 我們的解讀巨人 是人生的失敗者 失敗了 他這一幕是確定了 為何要救艾倫 就是確定了 他再次成為人生失敗組 他立即有變成巨人的潛質 所以他才救他 如果Mikasa衝過去 其實這是一個很相向的問題 包括戀愛問題 以及利用價值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深的 所以隊長是很高的 原來是這樣 就是當我說 如果女兒黏了她 其實她是不會出場的 而會讓她們死掉 所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是的 在這一節的故事裡面 鋼之巨人登場 其實鋼之巨人就是灰島隊長 那一幕那裡 純粹給你一些血腥 告訴你怎樣一拳可以打敗一個人 對 好像捏死一隻馬 這麼容易 對 還有有示威的 好像複筆一樣 現在 沒有理由出現 其實巨人 根據我們上回的推測 應該沒有閃光事件發生 鋼之巨人是灰島隊長 有智慧的巨人和沒有智慧的loser 完全 對 然後 OK 當鋼之巨人灰島隊長救了艾倫之後 就帶了她去一個 舊世代人類 殘留下來的文明遺跡 甚至乎超越了這套動畫的世界觀 一個地方 一個可能是舊文明留下的超級高科技 文明就差很遠 那一幕 其實 你知道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你應該是要得到什麼 得到什麼 聲制效應 他進入那個 好像二度空間 你好像六次元 十幾個次元的衝動 有一個古典的音樂機在這裡 這個不是靈異事件 我那時以為 我看一看 沒有條線 沒有插索 不用電的 我那時以為第三次世界衝擊又出現了 在這個地方 又搞這尾 我心想 你可以用EVER的概念去解讀 也可以 可不可以用這個NEO TYPE之間的古典片式去解讀 不行 這個一定要用EVER 這個一定要用鵪野手用的EVER 為甚麼呢 在這個橋段裏面 你要當作 灰組隊長就是處分 是 OK 艾倫就是真字 這個很合理 他在引導真字 就是在引導艾倫 灰組隊長是想艾倫得到幸福 是 因為其實 他知道就是 Mikasa這個賤女人 這個見鋒轉台的賤女人 是不適合他 是 所以他要將他 歸納成自己的陣型 當然這一幕 其實他 向艾倫說出了 第三 不是第三生 這個世界變成巨人 的真相究竟是甚麼 用Apple TV來解釋 沒錯 是Apple TV的 他是吃蘋果的 他就是一個果迷 原來是說了沐浪 這個是暗示 你要明白 為甚麼那個暗示這麼強 就是 對著那個蘋果 很少是吃得完 他每次都知道是咬了一口 你明白 他這個果迷憤怒 為甚麼這麼憤怒 那些政府的官員 拿這些東西在手裡 隱瞞了 他就好像憤怒那些人 憤怒那些華強筆裡面 可以炒iPhone 炒貴一點 我想用iPhone 又不是想炒機 這個是符號表示來的 真的有要很高的 要每一次留意 就是 蘋果是沒有一次 是咬超過一口 你不會在劇場版裡面 看到一個蘋果心 每一次都是咬了一口 而大家再記起 蘋果的local是甚麼 就是咬了一口 就是咬了一口 難怪的 回上去把蘋果扔在地上 誰扔蘋果在地上 那麼浪費 侮辱了蘋果 不是 他把一個蘋果的神聖標誌 當是一個武器 扔出去 那個憤怒 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 所以他那時候說 你看一看 珍姿 不是珍姿 抱歉 你看一看這個空間 政府這個奢華的空間 那時候鏡頭拍了兩個 一是那個長電機 第二是一個Apple TV的手 很適合 整個白色牆的光頭 就是Apple Store 有馬就開始進入到這個思維領域 恭喜你 你進入到這個思維領域 就是那個白色空間 你就要幻想 是有多少不敬的 喬布斯站在你面前 推介Apple的產品 這個就是灰島 就是跟你說出話 巨人是什麼來的 巨人就是這樣的產品 我覺得是暗示了一件事 用了Apple的產品之後回頭 艾倫就會問 為何突然變了沙灘 為何在地上 剛剛不是穿玻璃 就是這樣 One more thing 這個叫I bitch OK 你現在在Apple Store 還有沙克一起喝香檳 是不是很開心 是不是很開心 它也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台灣 剛才我們理智的部分 講的一件事就是 灰島是代表什麼 反對齊力 就是這個什麼 其實日本 這個間山廠 是很反對蘋果產品 影響了日本人的生活 是啊 還不如iPhone 我們自己Documo Software的電話 挺好用 玩繼續玩捷機就可以了 應該用iPhone 那不是不行的 它是將蘋果 定性為這個 邪惡反抗械 當然 有些人覺得蘋果就是正義 這件事 各自不同 但是很明顯 這個位置就是 大家真的要 那一口的蘋果 是真的很有心意 大家如果解讀不到 你現在告訴你 這一集即回票價 告訴你 告訴你 這套作品究竟是在說什麼 所以你要明白 他當時說這個國家 這些人 是多麼獨裁 多麼不適 當時要拍著Apple TV 他心想 你用就用Sony 你外國是一個Sony 用什麼Apple TV 所以看到這個暗示裡面 的確是 那個暗示是什麼 大家重要 這裡的頭射就是 唯一不是白色的 就是那部Sony 的搶貼機 它是屬於舊時代的產物 如果我們要搭到新時代 白色 蘋果 iPhone 才是你的最好的選擇 於是這個艾倫在這個 不需要四手聯彈的彈鋼琴的情況下 都被這個蘋果感動了 就成為了果米 不是 你看到的 他受到灰島的感染之後 突然之間 黑了 亦得 白了 亦得 得了 馬上上了白色的雙手 他馬上加入了果米的大家庭 摸著臉 嗯 我們一起合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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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杯酒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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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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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摸了心口 插座就是未推倒的場面 聽到有點不做得出來的 其實也有沙灘 旁邊也有一個沙灘床 推倒也很正常 我覺得 應該都是侮辱那個畫面 就是沙灘朋友 我們想說的耳邊可能是CUT了 對 我覺得應該是2B版的 都說這套是散略劇情 你不要忘記了上一集我們所說的 我們散略了和上一集一樣 只是散略了那些床上戲 應該是這樣的情況 那邊有人做了10幾分都知道 一定是這樣的 你為什麼知道小燕磨就是 換衣是很關鍵的 由一套灰色的衣服變成一套白色的衣服 你有什麼情況下會換衣服? 完事之後? 他們出來之後會穿一件軍服 但裡面是白色衣服 他出去當然要穿平時的衣服 不然會被人懷疑 你不記得嗎? 阿福都很勇氣走上來 然後在裡面跟著一邊走 扣著那件衣服 女兒剛剛搞完你的衣服 我幫他走出來 聖暗示那件事 純粹給你一些官能刺激的享受 甚至上一集 其實這裡是散略了一些東西 即是怎樣把一個非蘋果用戶感化的故事 當然用了一些不知什麼的手法 你不要管這件事 艾倫受到這個灰塗隊長的感染後 他就覺得不行 我要革命 革命這個用Android國度 他知道Google Play其實是不太行的 Apple Store才是他的最終選擇 沒錯 然後出來之後 當然你說 去到Mikasa 他們那邊 當鋼之巨人 離開之後 就剩下一堆新兵的調查兵團 好像只剩下幾個人 一二三四五六個吧 應該是 然後其實 這裡也是要解讀的 大家會看到 阿薯仔妹 經常向Mikasa獻殷琴 嗜好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其實 在試探一件事 是什麼一件事 Mikasa是不是Gay 不是 應該不是 他試探一件事 Mikasa是不是一個果粉 他是不是Gay 他很多次是有意無意 他把一堆花給他 差在那一堆不是白盒 老實說 他找不到白盒 實在是 他找不到白盒 白盒 你認識的東西 就先頂住 我覺得 那一次的劇情裡面 你不要管他 混了什麼 啞蛋 阿薯仔妹 一開始問 你跟灰島隊長是什麼關係 然後Mikasa沒有正面回答他 然後他看到他跟艾倫的種種的經過之後 他就懷疑 這傢伙 是不是Gay 他一直試試問這件事 其實是很搞笑的 阿薯仔妹究竟 他究竟在留意什麼呢 他又問隊長 他又黏在艾爾敏那裡 好像很關心艾爾敏 但一個轉頭 又去了Mikasa那邊 最重要是 一直沒有什麼對白場 在這裏才叫有對白說的東西 是 他之前最多都是想吃飯 吃薯仔和吃薯蓉 你覺得是換了一個演員嗎 不是 那我也沒辦法 死剩只有五個人 再沒有人說的話 就很容易答應 他心想 他唯有找些話說 他心想那個肥仔 經常都不答白 約翰經常都暴躁狂 讓我找他 找Mikasa正常人 讓我跟他聊天 阿薯問說得太多了 就悶了 不是也是繼承了上集 上集的男女關係 說了很多 那時候我看著 今集是說男男關係和女女關係 那時候我看著那些螢幕 真的覺得 跪圈真亂 不過都還沒去最亂去到之後 才說過這件事 不是 還是發現男女在什麼時候 就會照顧你居應的時候 那就女女一場很安全 他唯一整個團隊安全 其實這件事其實是有一個驗證的 在他們運送瓦丹的期間 那班這樣的傢伙 大家都記得第一集裡面 就是說人類的聲音 是很容易去召喚到巨人 他是驗證了這件事 你看到他們高潭闊爛地在車內 哇 新年有很多巨人 你吃不吃東西 喂 好肚子 哇 真的是 周派哥說 巨人是沒有反應的 不是 跟著廣幕之後 前後其實是沒有跟巨人有什麼衝突 什麼戰爭那些 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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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女之間某一種特殊的聲波 才會引起巨人的注意 所以寫得很蠻明 搞女女關係是不會吸引巨人的 不是 他要先實驗 首先男男的關係和女女關係 那種聲音會不會召喚巨人 他要測試他出來 他發現這個巨人的草原 只有兩種情況 如果你是男和女 你中間發生了一定的行為 這是一個危險的戰場 不是 不是男和女 如果你是有一群男一群女 而你們中間不搞這些奇怪的行為 那一個不是一個戰場 那一個非洲大草原 而你們坐著一個普車 在看獅子交配 就是這樣 我帶你們回到這番劇情 開頭 薯仔妹和阿彌文在一起研究 這次的炸彈 這個時候就看到 10點東方向有巨人 OK 然後下半部分 當米卡莎 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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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去這個 外城場 艾倫 忽浩隊長 跟他們相遇 當然 我也不明白 首先我完全不明白 忽浩隊長有這麽多兵器 應該要那顆瓦彈 人家就猜一猜 去試一下 你已經有這麽多 又有炸彈 又有地雷飛 又有火箭 還捉住那顆瓦彈 你沒問我 他本身就應該不用 要做一個人道戲 他目標是想炸耐城牆一堆東西 那車炸一堆就可以搞定 你又不明白了 這個位置 真的 他那隊團隊裡面 是有三個女角 隊長要建立新世界 需要的是什麼 而你要明白 隊長不是一般巨人 他不是人生的失敗組 他是一個幹子巨人 通常在報紙的廣告裡面 一個男人有鋼 通常都是人生的勝利組 都是一個很成功男人的必備條件 他是要 你要這樣代入 巨人 在政府眼中 或者現在在一些睿智的20%眼中 是人生失敗組的代表 他作為巨人 是人生失敗組 他想扭轉這個局面 就像扭轉扎這個概念 扎不是一個負面的論 他是一個正面的能量 他能夠成為人生的勝利組 他依然是可以成為巨人 所以他需要的是什麼 你看到就是 剛才有馬都說到 他整隊裡面全部都是兒子 所以你就知道 他是集結了一班人生失敗組 但是他的目標並不是這樣 他的目標是扭轉這個 一直以來長久困擾他們的概念 他們要成為人生的勝利組 由人生失敗組轉化為人生勝利組 巨人的代名詞 再不是人生的失敗組 是人生的勝利組 首先取得巨人人生失敗組的力量 絕對力量 才轉化為人生勝利組 但中間有很多是掙扎 對象也是 因為你看到 對象的心所向 竟然是適合表有果迷的艾倫 依然是這個 他交換完之後 他聽到艾倫要離他而去 他現在這麼憤怒 這麼失望 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他憤怒的是什麼 艾倫甘心承認自己是一個人生失敗組的人 他就覺得 開頭想要感染到他之後 沒錯我要革命 我要成為人生勝利組 其實那段是這樣的解讀 然後他跟我說 其實我都改變不了世界對話的看法 我會繼續成為人生失敗組 對象的憤怒 是在於他甘心 至今墮落 為什麼你吃回頭草呢 你也有吃過這樣的東西 又沒有那些東西不吃 你明白他就像一個 用開Android的人 跟iPhone的人說 都是平果的 都是朝同港女才用的 我也是去玩Android的 這個憤怒 你明白他對他來說 這件事是 我剛才浪費這麼多口水 我幫你華麒不破部機回來 你竟然這樣講 如果位置在於是什麼 隊長 用心良好跟他說 Mikasa 這個 這個 戰女人 這些 質素的女人 外面有整個大個森林 你不要 你餵了這棵樹 還要這棵樹 你已經擅長了 你擅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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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世界 我看到 那個革命的定義就是什麼 他也說過 重生選民 選民的定義是怎麼選的 是由你選的 不是啊 不是啊 政治自由 戀愛自由 生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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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這樣 生育自由 是 你多麼自由 我告訴你 你想怎樣都可以 還不是人生的勝利組 大家都明白 打仗 怎麼會是肆逼 進去燒 進去搶 搶什麼 搶到的就是你 你擅長了 衝進去裡面 裡面很多女的 就是 整件事變成野袍 我一直都覺得 他是一個 喝香檳桃巴的阿叔 但真的好像變成野袍 都說這個位置是一個解讀 他要扭轉這個局面 他要成為人生的 他帶著一大群人生的失敗組 享受生育自由 最求生育自由 跟我下老懶 你看到 他們的樣子 跟死老頭死老毛 那樣子 有一件事是看到的 當我們那個發明家 整個瘋婆 衝過去見事兵的時候 子兵是不懂得動的 他本身是用槍對著他 馬上是不懂得動的 因為他們的事兵是不懂得見女 是怕的 所以馬上是不懂得開槍射她 沒錯 所以他是要確保 他要確保一些異性的資源 所以這一隊人 那個啞蛋並不是重點 是 那對女兒才是重點 好的 然後在這個偶打的 偶打音樂就是剛才說的 艾良真是 教而不善 教而不善 生活態度也不明白 其實那裡又是少了一段 隊長就說 這條女兒是異科 你看我現在抓著她下巴 立刻強吻她 她一句聲音都沒有出 我跟你到手刀之後 全世界都是女兒 那時候你還怕什麼 即是說 你不是認為這條女兒 還是你認識的時候 那麼順良 你不是以為 卑鄙不經意的中會水準 可以比美嗎 即是說 放棄這棵樹 投入森龍的懷抱 沒錯 森龍的蘋果 即是說 純奈是沒有出路的 就是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那個團隊裡面 最強的一個人 就是那個肥仔 對 他這個肥仔 才有一個巨人過肩術 以及砍這個巨人的後腿 然後就可以打到這些巨人 是不需要抓後頸的 他是最強的一個 那時候發覺 他是沒有極限可言的 不僅是這個巨人過肩術 這些是小事 那時候新招就是中樓過肩術 不是過肩術 所以他用一條繩 一條麻繩 一個人的力量 推倒了一條 不是麻繩 不是麻繩 那條立體肩幫你 那條威也 但問題是 他被人扯上樓的 不是他被扯下來的 他心想立體機動裝置太差了 不是這樣用的 不是這樣用的 這個技術用來推倒了中樓 他用法圍攻擊 用什麼立體機動裝置 不懂用這些人 但其實 我明白了 難怪他上集完 還有我扯上樓的力量 因為他是用到的 他射上樓的力量 他不會飛上去 對 如果他扯上樓的力量 他已經被拘捕了巨人 那一刻真的挺傷心 我看到巨人 因為他最強的戰力 沒有了 而殺他的原因 只有一個 是 因為他有小妹妹 最明顯是人生預備性未組的人 你明白 FFF團一看到有妹妹 就要燒 有妹妹燒 是燒阿哥 妹妹就給自己用 不是 有弟弟都還沒燒得住 有妹妹就是最大的 有妹妹 絕對是拿著妹妹的公仔 浪費了 你醒了 你不會的 醒醒吧 很明顯 很明顯 那一幕 並不是 因為什麼 純粹是一群人的私人 他們的怨念 開一出就行了 開一出就行了 就是怨念 有妹妹 你看到那些人在後面走 十妹 那些人是走的 但他們不開出四輛車 是那個人在那裡 還要沒有血緣的十妹 還要沒有血緣的十妹 沒有血緣的十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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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知道的 我們要去成場 要去成場才知道 這個 在這幕最終 抓到了這個中樓 那些人生失敗組 就陪葬了 對 然後隊長 就追上來了 然後 射送師 在車前 在車前 即是說 要跑一跑 那些人 跳上的車 還要 跳上的車 還要是車正在開 即使是車被跳上去 其實這一點 老實說 對於隊長來說 那些人生的 失敗了 因為他們 看他們那個死樣 就算有女兒站在面前 大家都看到 他們只會站 證明這群人 根本上是不堪用的 所以這群人 犧牲了也不可惜 所以其實他一直的希望 都放在艾林身上 他希望撥亂反正 艾林能夠跟他一起 邁向人生失敗組 的傳奇代表 他面對這個 接下來的森林 對 去到這裏 隊長是教你 變身 是這樣用的 怎樣能夠追求女兒 插自己的心臟就可以了 自插 古有這個吞劍 現在我又插心了 紅豆豆的男子氣概 就出來了 很有人生失敗組的感覺 去追求女兒的方法 就是犧牲自己 就可以追求女兒 還不是典型的絕招 這招真是 這樣不重要 總之這樣就變成這個人 他就是這個人生失敗的代表 他一直在教導艾倫 艾倫在之前被人救了上車之後 沒有人生失敗 但他一說 我要死 你看看女兒是抱上來的 你就知道這一招是多麼有效的 所以抱上來的人覺得 我要瘋子啊 要死啊 這個不是重點 即是說 那種藍絲氣概 就出來了 根本上隊長是教他 他就說 要成為人生的勝利組 你有些什麼是要懂的 自插畫 我知道 你看到我是很成功的 一插畫 不要啊 你不要啊 你不要啊 然後突然間 還看到虛了一條 來吧 那幫女兒 用一個多麼尊敬的眼神 看著她 你就知道 可以了 沒錯 那一部很棒 他們不變巨人 用正常的方法打 其實那些人撒血的 不過打不到 可能有些筋 然後有錢仔就說 嗯 等我來尾刀 一跌上去 那時候 你做不做招 然後忽然就一眼拍過去 一眼就說 行了 你不要死 我將尾刀不死 一眼擋開了 然後尾刀被人打死 然後變巨人了 才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 首先我要怎樣 統計一下 然後呢 約翰和John 在這部電影的劇情 一就是 在這個刑場裡 說了幾個對白 然後懶惡嬌 上了車 現在上側尾刀 然後被人救 暫時約翰有這樣的劇情 這部電影裡是唯一的堅數 我們繼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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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說這一節裡面 接下來就是 艾倫對這個 灰魯隊長的巨人大戰 其實這場就好像 Ready Fight 對 總之 大家看到 打到殘了 斷了四隻 其實等於你和HP班沒有了 那下一回合 當然要等人回復HP之後 才可以再打第二回合 打拳就是這樣打 不是 判完後 起身回原位 又再打一次 是的 最初也是說過一件事 就是 旁邊有很多巨人正在 但那些巨人呢 是背影版 不是應該是 去去去去去 那些才是 Street Fighter 你看見Street Fighter 後面有一堆人 都是在看電影版 一起不會吸巨人 我們一遍會說 當然 都說人生失敗了 是不會吸巨人的 是的 你就給這兩個為了事 你真是心知妖精 假決 心知妖精 最終就是 艾倫 艾倫就用他 用他對付若寒的一招 就是 真的很有用 這個時候來了 上下左右 ABAB 一聲就出必殺技 真的很有用 我相信從第一集 已經開始 都是他跟若寒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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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 這方面他非常行 真正針對若寒的攻擊 原因就是 對他們是不批凌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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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球 最終就是用艾倫巨人把瓦彈塞到缺口 然後炸掉然後封回缺口 但上面繼續缺口 只不過是超過三米不能被普普通通的巨人入力 重點是除了超大型巨人之外 如果樣子再出現的話 都可以沒事的 但這也是很搞笑的地方 你不要忘記一開始的洞是怎樣來的 這段也要說回 剛才假的那段是夢面超人 Black對影穴的劇情 Black終於狠下心場殺了他的哥哥 因為大家 嘿嘿嘿 你說什麼哥哥啊 我聽不到什麼 其實當然他們一直在說這件事 就是艾倫是有個哥哥的 究竟那個哥哥是誰呢 其實是有兩套解讀的 首先如果你要夢面超人那一套解讀 灰島隊長一定是他哥哥 那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一個森林 是 要 可以分 因為那個是自己的兄弟嘛 你都明白他這麼著緊 你不能為了一棵樹 他哥哥都心痛的 他哥哥就是一個賤女人 一旦情深 是吧 那個是關心自己的弟弟 因為有個不好的女人黏在他身上 他為了把這個女人扔開他 他以心犯險 那這些是好哥哥的象徵來的 就表情要搶他弟弟的女人 我們是世紀王的 那些東西不適合他 所以我明白 他一開始為何要搶了米卡莎 去他自己的地方 因為我硬吃了他 這個人 你不應該用他 你不應該用他 你應該在心臨進發 是啊 我來 那人頂住他 冥華不靈 你都要追回他的 真的 教而不善 所以這些家庭暴力的東西 不是家庭暴力 教兒子而已 這些兄弟炒假都是需要的 當父亡的時候就輕為父了 沒錯 所以根本上那一幕是 影月對Black的大戰 Black終於勝利了 當然Black不一定是最後的大哥 影月不是最後的大哥 然後就出現什麼呢 其實開頭那一幕 為什麼我一開始覺得是蒙面出人1、2號呢 因為那個人真的很有黑象棍的感覺 其實他沒有打眼罩 我媽媽沒有打眼罩 不過算了 這位統帥 原來在鋼之巨人那幕 原來他是未死的 然後他出來 原來他的真正身份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人是一個巨人 那時候我看著我心想 你爸爸是巨人 你媽媽是巨人 你全家都是巨人 笑什麼笑你都是巨人 笑什麼笑 那是巨人 不是 可以被人死後變巨人 巨人又死 我一時看著我 死那部全部都是腳 都在身上 都在身上變巨人 又變巨人 獻出海心臟 笑什麼笑 笑 統帥 就是為了不給一個啞蛋 封回 那個 決考 他就要阻止一顆啞蛋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我們發現原來 他就是這個三米高巨人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 不是三米高 九米高 六十米高 應該 超大巨人 超大型巨人 什麼時候我們就說 你踢多個洞也不行 不是呀 等他贈之後我出來再踢多個洞就行了 你怎麼會煩呢 不是 贈完之後應該等他們歡呼那一下 然後突然之間有一個洞 突然之間說 不好意思 我可以看到一個洞 大家不記得他 但是發覺其實他沒得自衛 你記不記得他那時候 所謂的遊說和威脅那些艾倫 艾爾敏 薯仔妹那時候 他在射擊關槍 自己很帥 然後被薯仔妹 啪啪啪啪 三支箭就射掉了 其實 這是一手握著強力的武器 但應該都是不太會用的傻子來的 應該是那些 不是 明明的 如果你射傷 不小心 打中艾倫他會是誰人的 所以要在很正確時下 不要打中艾倫其他人 要一些技巧 但是薯仔妹射不死 統帥跟他們說 你們封印 你們這次立了大功 當然因為統帥 對他來說 他就說 我是為了製造危機 其實我不是想人類滅亡 我是想鞏固他的權力 而放巨人進來 其實已經鞏固夠了 你們封回那個洞 我再需要那個恐怖感 我才再製造這些危機 加進撒旦幫 你們就 加入撒旦幫 不是虎頭幫 撒旦幫 撒旦幫 嚇上棍 這裏是哪裏的 這裏就是 超巨型 超高巨人 對這個 又是立體機動 其實我去到那個位置 我經常都發覺 立體機動裝置 其實是吊著些什麼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其實是 沒有東西的 你不是發覺記憶體沒有說這件事嗎 其實這一套東西在裏面就是 飛了 其實你告訴他們 他們懂得 沒有空術算了 不是 你就當那些是蜘蛛獅 不是 蜘蛛獅 你看到蜘蛛獅都是 吊在高羅大廈飛的 但蜘蛛獅是沒有東西的 蜘蛛獅也是一扭藥才厲害的 你次著城牆飛 你是飛不過巨人的嗎 其實是想 你知道巨人這樣 拍下巨人的手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你沒有東西的 你幾天飛來飛去 那些射半天掉了 我經常都懷疑 在這套電影設定裏面的 立體機動裝置是很難看的 因為他們可以爬在巨人那裏 一打到巨人那條巨人 那條巨人應該變成銀鋼鐵的樣子 你真的可以逐一逐一爬上去 然後他就可以 應該是除了這樣之外 實際實在物理上 是沒有可能 去巨人上面 那些叫爬山繩 對 爬山繩 其實吸了你的臉上就可以了 要走 我不明白 當然這一幕其實我覺得 這個 統帥遊說這個艾倫他們加入的時候 其實他是想無力化艾倫 因為就是巨人的真正的力量來源 做意就是人生失敗組的怨行 他就想剝奪他的變身能力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那很簡單應該不斷送女兒給他 所以你們就加入內城區 成為貴族 成為了貴族之下 有權有勢 要錢要女兒有女 那你以後就變不回巨人了 沒錯 你有言論的自由 你有學識的自由 你有生育的自由 當你這個三十個童貞魔法師 沒有童貞之後 你就不可以再巨人了 耶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銀桶帥 到現在他就是一個巨人 應該過了三十歲之後 多久 那些年輕人還很小 所以這麼小 老百姨已經很老了 所以很巨大了 他應該是有很大的怨念 他那種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什麼呢 人生失敗組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他不認同這個人生失敗組 你根本就是邪道 你根本就是有女兒的 他這個去死去死團的終極 就算是一個有智慧的巨人 他也是一個去死去死團 他沒有忘記了疏充 他沒有這個 在這個巨人大戰裡面 當然大家知道我為什麼會用 Black和影韻 因為影韻在Black和影韻的大戰裡面 雖然最後影韻是還沒死的 其實出來很多 所以我們偉大是他哥 這個富裕女兒 當然我是這樣認為 富裕女兒就是艾倫的哥哥 然後其實米卡沙是 那個賤女人在他面前出現 然後問他說 他問了一件事 這件事是很根源的 這是很根源的問題 他問他說艾倫是為了保護人類 而去作戰 你是為了保護什麼而去作戰 如果我們用回這條理論 他一直是為了保護他的弟弟 保護艾倫 保護艾倫而至 所以就是為什麼他可以把心境串得這麼快 因為他一直的心境 他最終最終的願望 他就是為了保護艾倫 最後一個對話叫艾倫 艾倫 你好活下去啊 雖然他不認同他自己本人的想法 去這個森林區 但是他一直都顧念他是他的弟弟 所以他尊重他的弟弟的決定 沒錯 這就是親情 但明白這段劇情如何才能出現到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才能發生到 這個角色叫藥韓 上一次艾倫為何可以變巨人 因為藥韓想突然撿尾刀 然後被艾倫救了才變成巨人 這次藥韓 在那裡 哇 我的慘 這個超級巨人 他第一個死的 他第一個拔賊 John 然後他就死了 他一句對拔都沒有 他整套戲是非常有一個建設的體驗 那個感情線就全都出來了 如果讓John真的 他這樣 去殺到那個巨人 那怎麼辦呢 第二就是 你要明白 其實艾倫雖然一直跟John打打鬧鬧 但他心裡也有一點點的情感 他這麼執著於這個青年巨人 我要報仇 我要報仇 你看到米卡珊跟他說 其實炸彈真的炸掉了 你幹嘛留在巨人上面 我要報仇 為什麼這麼簡單 因為我給你聽 其實 End of the World的主題 究竟是甚麼呢 人類真正的滅絕的原因就是甚麼呢 如果不能生辱的話 其實你看到這裡 艾倫其實是過五關斬獄著 其實一直在米卡珊 艾倫和艾倫這三名人裏面 艾倫是最care艾倫的一個 然後跟著他進入了調查兵團 越來越多 男性的角色 是好在乎 包括大叔 是好在乎艾倫這個角色的 如果成功了的話 就真的是End of the World了 這個世界是沒有未來的了 你會留意到一套電影裏面 註冊兵團裏面的女國的對白 是不夠十句的 整套電影裏面 是十句都沒有的 這套電影裏面 根本上 人們 搞同性點是搞得很嚴重的 所以End of the World 艾倫作為一個代表就是甚麼呢 心想受這套思想的查讀 然後跟著 最終就是甚麼呢 死的死 犧牲的犧牲 阿波其實衝過去的原因是甚麼呢 你不要掛念我了 你去找你的森林吧 外面找到森林吧 但怎知道艾倫的心境 那森林已經變成了 最終是殺了所有東西 然後就剩下女兒 你見過平安分配的 艾倫對米卡沙 下面 米卡沙一早已經放棄了 你想想 End of the World這個劇場版裡面 他有顧過米卡沙的感受嗎 他全部都是顧過南國的感受 他的強品的米卡沙 阿二汶和發雪妹 接著我們那個風浪監竄之之槍 和他祖生伴侶 幾格 剛剛好五個人 第一個有個配對有CP 一男一女 那就可以出去勝場 那一幕是有 因為叫做甚麼呢 就你知道艾倫真正覺醒那個是有意味的 因為有一幕就是 當艾倫 飛上去的時候 然後跟著米卡沙 好像天使降臨那樣 捉住他的手 然後那個就好像是 突然間是甚麼呢 拯救了一個紅色 不知道是不是紅色的 出了幕後 他終於脫離了 印象失敗了 所以你覺得我背景都充滿明光的 那幕是幾有神話級的意味 Windows Android和iPhone都不合你的 用Windows 有打個槍有藍一點有白雲的 出了有森林的 Windows 不是啊 這個就算Android和Apple 之後的第三種的可能性 就是艾倫一直追求的東西 但是跟著米卡沙就說 但是這個背景是XP的背景 XP就是 艾倫說你懂甚麼 XP才是皇道來的 可以再次十年的 對嗎 然後他們叫做 激倒了這個 超巨大巨人之後 然後他們在城牆上就說 他們終於能夠看到城牆外的風景了 沒錯 有海 而每一個樂色都是他配對的 一個男人一個女 一個男一個女 一個女一支槍 你明白這個女人來說有槍就夠了 你要明白艾倫那一刻其實你看到的 艾倫在城牆那一幕之後 他的表情 跟他之前的表情完全不同了 你要明白 他跟著那個表情 我會怎樣形容他 一個 一個經過歷戰 很有經驗的男人 看著 他好像看著獵物 外面有很多獵物 然後麵卡沙是看著他 然後他就說 蛤? 糟糕 是那些男人就要身經百戰 多數這句口號在哪裏見到 報紙上的某個牌子的廣告 這個你自己回去自己看報紙 你們不明白 你看到那一幕 如果你就這樣看 你是不知道為何他突然間有自信 這個男人突然間有自信 一定是有原因的 他看到外面的可能性 他終於真正接觸了 他哥哥說的森林是甚麼意思 為甚麼要有海 對海的女人就穿泳衣 落到沒有海 明不明白 他想打開了他的Windows 看到他的世界 我回到跟他說 你就跟著這樣下去 他就知道 當艾倫看到外面的光景之後 他一定是會改變的 他明白了他哥哥看完外面 為甚麼他的性格會變成這樣 你看到他的眼神亮亮亮 其實是很像隊長的 那一刻是 我覺得差距就是甚麼呢 他差距就是 地面沒有一個蘋果給他 咬一口 如果有這個樣子 我會覺得 顯性轉合 不是他不會拿著蘋果 因為他選擇的道路 並不是他哥哥的蘋果道路 選擇了哪裏 選擇了這個藍邊白衛 所以真的吐氣 你要明白就是 他裏面是有很多 他有很多很零碎的東西 去發掘 潛衣式的東西 你要明白 社會性的諷刺 你要聽回我們上一集 然後你才會理解 下半集究竟 其實那些 男女關係 人生勝利組失敗組的東西 其實那些概念 你套回人生勝利組失敗組 是甚麼呢 這個統帥 他們定義是甚麼呢 人生失敗組 應該是人生失敗組 我們就要達到 人生失敗組的極致 而隊長就是甚麼呢 我們是要扭轉 人生失敗組 在社會上的概念 他們並不是失敗的一群 他們是成功的一群 他們是進化的新人類 應該說暫時是人生失敗組 但是我們不會維持人生失敗組 是一個永恆 我們要改變 但你進來會有 我們那個是為未來而奮鬥的 而艾倫 身兼兩者之場 踏出了第三條的道路 這條道路是甚麼呢 老實說 這條道路太高層次了 這條道路的未來性是不知的 所以有無限的可能性 你見到最後看出來的畫面那種光幕 哇 耀眼刺眼到 我是看不到第三條道路 是甚麼來的 肯定是藍畫面 我明白 首先我要強調一件事 當年 20年前 EVA 《收細福音展示》 跟你說的就是人不能再逃避 你要有自己的決定 大家站在那邊拍手跟你說 Omenetor Omenetor 20年後 用最重要的巨人話給你聽就是 第3條道路 人生失敗了還是人生勝利了 由你的選擇 這件事是你的決定 是不是 跟這個當代的年青人 在20年來年青人 回應了那個時代 可不可以聽到一個 究竟年青人是怎樣選擇你的道路去選擇呢 他可以意義線成這件事 是很有意義 第3條道路是甚麼 第3條道路 他是有無限的可能性 但是他一定是只有一種光輝的味道 他已經很高了 他已經高了 老實說我真的解了波林 光輝到殘眼的味道 真也真不開眼 老實說 真的要寫信給賀山創才知道 第3條道路究竟是甚麼來的 等他說話就說了 可能出去外面就是這樣 最後外面就是這樣 我想知道賀山創才會看下篇 劇場版的 其實我想知道 偏要說的樣子 說實話 慢慢都是阿倫出去 要看海 剛剛海在前面 那就走過去看 所以這套東西 當然我們看的時候 在我們看的時候 我看到前後 尤其是甚麼呢 笑得最開心的是甚麼呢 是女生 是甚麼女生 是後面的女觀眾 後面的女觀眾 聽到隊長 和阿倫在這裏 心情這個對話 心情這個對話 還有用這個心口去 是很多的 你看到就是 這班女生 尤其是有些東西 是講性別的敏感度 我不知道後面那班女生 是不是20%的那一群 但是我肯定就是 這些東西 當你是在某個特定性別的範圍 你一定會感覺到 他更加深遠 他更加深遠 我亦聽到就是 我下面 我坐在我下面 對下那兩個的男人 在說甚麼 他們笑甚麼呢 是不是有些東西我看不明白呢 然後我真的說 沒錯 你賣付錢 沒錯 我一看就知道 你是不是那20%的人 肯定是那80%的人 你真的不是那20%的人 他不停在說 喂 是不是這套東西有甚麼 我們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不會笑 你解讀不了 你聽到很開心 然後他們看了 我 就算在這麼黑的環境 我都 心心地感受到 他們的迷惘 究竟有甚麼那麼好笑 又究竟有甚麼那麼好笑 為甚麼我們笑不出的呢 他們知識太低了 陳詞太低 領悟不了 沒辦法 他們要聽我們今集的節目 我們縱使我們四位主持 是那20%的裡面 我們都不是最頂層的那一班 因為最後 我是解讀不了最後那一幕 第三條道路 究竟是怎樣走出來 好老實說 太高陳詞 我真是解讀不了 不要緊啊 Effa都說了20年 最多人說 可能這句話 20年之後還在說 大家也知道嗎 究竟阿倫會達出一步 出去找海 還是回到海 走回到地下 不是 甚至乎可以出著 阿倫 阿倫是看著外面 他一定是看著外面 他知道就是甚麼 城牆內 那裏 只不過是一個叢林 那些森林我已經看過了 外面是一個 未被開發的原始森林 其實這裏的一件事就是甚麼 巨人是由人變的 只要將他們變回做人 他就有無限的可能性了 但女巨人還沒出來 這裏的重點是成為一個出色的佛目公 算了 不用了 他做一個和平大事 他發生成巨人 跟一個人溝通 搞完之後又有甚麼人類 他們可以安居樂業 知道嗎 我唯一知道那一件事就是 看著那裏我心想 少年真的成為了神話 飛吧 他真的成為了神話 飛吧 他真的飛了 他已經飛了 所以這裏老實說 在本年度裏面 我相信都很難有片能夠超越到他 在各方面 各方面都超越不到 很難超越到一套 那麼有 那麼有層次的作品 即是他 起承轉合 他真的可以拔走所有的東西 然後跟你說 那套東西就是這樣的 而最重要的是甚麼 真的有很多人入場看的 入場看完之後 我覺得 我看不出一絲 他們對這套作品的不滿 總之他們不明白 他們都覺得 是不是我看不透 後面的人好像很開心 好像周星馳聖片那樣笑 他們出來全部都是臉上掛著笑容 所以這套東西 老實說 我也是那一句 未看的 我未看上集的 你真是 你怎樣都等回DVD和VD 你真是看一次 我真的很懷疑他收了錢 不要緊告訴你 這套東西看明不要緊 其實還有機會 因為下年有哥斯拉 哥斯拉 是阿鵬野獸 這次我出來拍 還會繼續找回 通口監督 那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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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上歌 還會有 有隊長 哥斯拉 那是他演技好的問題 那是演技的問題 他充分反映到 賀山創對他的要求 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沒錯 在這套劇裡面 配角比主角更出色 是啊 你明白我們演員都覺得很難演 真是 這麼有深層次的電影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套劇 真的 我也覺得 是很值得 很值得大家去看 甚至乎可以聽完我們節目之後 才去看 應該會容易看 我覺得有了道讀 有了道讀 有了一些我們主持們 沒有說到的東西 可以反映給我們聽 不要緊的 我只是恭喜你 你答入了那20% 甚至乎是5% 沒錯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